台南起述海灘附近 可以看到不少國軍出沒 均用卡車來回穿梭 怪手在海邊動工 有民眾空拍拍到 海灘邊有戰備坑道建設的工程 長度將近一公里 還有小坡塊在沙灘上整齊排列 在空拍鏡頭下一覽無遺 這個地點在民航制的規定下 限高六十公尺以內可以空拍 不過現在涉及了軍事 民眾有不同看法 國人要一個共識 怎樣對國家好 從那個方向思考這樣 如果是國家安全的東西 就是還是謹慎一點 開放地區還是有一點難避免 大家就是不會藏進去 如果他有安全的疑慮 可能在他開始動工的時候 就要先立雕士 然後就可以避免更多 不要的麻煩 在行數海灘周邊 我們可以看到國軍用這樣 一包一包的沙包搭起了掩體 軍事部署曝光 一度被外界猜測 是和下個月登場的 漢光演習有關 查詢空域管制飛航公告 在台南機場周邊 將以無人機直升機 和飛機訓練的方式 要在七月十六號十八號 和二十五號三天 進行空域協調 本部位強化平時戰場經營 與部隊訓練 由狹屬部隊結合實戰場景 在喜數海灘構築公式 執行野戰訓場 射擊訓練 軍方表示喜數海灘的布置 是平時因應敵情威脅 針對戰術位置 守備區所做的實戰化方式的訓練 為的是要讓官兵熟悉 作戰地形 喜數海灘是開放空間 原則上不會驅離民眾 但是希望民眾可以配合 實戰射擊的時候 就會進行管制 三力圈黃之中和鄭鳳台南報導